大家好,我是Antony 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分享图标的设计理论基础知识 这节课的内容是图标设计概述 分为两个知识点 图标的概念和图标的分类 其实图标在用户界面中非常的重要 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图标设计对软件的掌握、造型能力、色彩搭配的要求等都是比较高的 首先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图标 图标到底是什么 其实对于图标我们也并不陌生 早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 甚至在计算机诞生之前 图标早就已经存在了 比如代表家族的家徽 或者一个代表某种含义的记号等等 说到这里 也许小伙伴们就更加迷茫了 那么图标到底是什么 别急 其实图标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 从广义上来说 图标指的是具有指代意义的图形符号 具有高度浓缩并快捷传达信息 便有记忆的特征 这句话也许并不太好理解 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 这里图形代表的意思很明确 使人一看就知道想要表达什么含义 同时又非常的容易被人记住 他们的应用范围也很广 比如各种软硬件 公共场合 网页 社交场所 等无所不在 比如我们这里的两张图 左边的这一张是部分交通标识 我们看到这些箭头 就能很明确地知道 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 右边是部分包装标识 我们看到这一些 就能知道要注意哪些事项 看这些图标 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陌生呢 图标不仅仅是一种图形 更是一种标识 图标不仅历史久远 从上古时代的图层 到现在具有更多含义和功能的各种图标 而且应用十分广泛 一个国家的国旗 一个商品的注册商标 公司的logo 学校的校徽等等 都可以纳入图标范围 那么从狭义上来说 就是应用于计算机软件方面的计算机图形 包括程序标识 数据标识 命令选择 模式信号 或切换开关 状态指示 等等 我们这里有两张图 左边这一张是应用和程序的标识 右边则是开关的切换 一个图标是一个小的图片或对象 代表一个文件 程序或命令等 图标有助于用户快速执行命令和打开程序文件 图标也用于在浏览器中快速展现内容 不管是广义上也好 狭义上也好 我们通过图标看到的不仅仅是图标本身 而是它所代表的内在含义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图标的分类 有小伙伴说 图标有写实风格的 有礼物风格的 有扁平风格 有可爱风格的 等等等等 那么图标究竟有几种风格呢 如果从设计风格上来说 那就说不准了 有几种设计风格 就有几种类型的图标 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图标只分为两种 分别是启动图标和 功能图标 启动图标 用于启动软件的图标 并用于软件的标识 用户通过双击或单击 能够打开并运行一个程序的图标 启动图标是一个程序或应用 给用户的第一印象 应用或程序好不好用 够不够高大上 有些时候 能从启动图标上看出个大概 所以启动图标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启动图标往往出现在电脑或移动设备的桌面上 或者应用市场的列表里 功能图标指的是进入应用或程序后 所看到的所有图标 也叫做功能图标 常常出现在列表里 标签上和功据栏里 引导用户执行某个命令 所以功能图标的设计 必须和功能相符合 以免混淆用户思维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区 很多人以为图标设计指的是启动图标的设计 其实并不是 功能图标的设计也是图标设计的一部分 启动图标是软件或应用的两面 固然要好好设计 功能图标却直接影响到用户体验 起着引导用户的作用 更是要好好设计 这一些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讲到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相信大家对图标的概念和分类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再见